配合种族和谐日 本地的学校通过各种活动 加深对种族和谐 以及社会凝聚力的意识 交通教育部长陈振生指出 如果要成为富裕 融合且连接各界的社会 那么国人必须走出舒适圈 理解他人的思维和想法 并且帮助不同的族群团结在一起 实现这个目标 一起来看记者李宜华的报道 圣安德烈初级学院的一年级学生 在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中 深入探讨种族和谐日的重要意义 并反思了我国在未来50年 如何持续维持和促进种族和谐 大家能和睦相处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新加坡的进展快一点 还有我们也会一致的同行 最重要的就是在班上 制造一个很互相尊重 包容的那个氛围 所以学生都知道 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是要聆听 而不是硬要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别人 教育部长陈振生 参与讨论会时与学生分享 我国在建国时 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 那就是既希望各族群 保有文化根源 又能相互理解 创建共同未来 然而这并非容易的事 每年的7月21日为种族和谐日 本地学校自1997年开始举办相关纪念活动 让学生在校园体验本地丰富多元的文化 加强他们对不同族群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